焦点85解剖学证据胚胎学证据 同源器官或称为同源构造 科学家可以藉由解剖来比对生物的构造 以研究其演化关系 有些生物具有由共同祖先物种演化而来的基本构造 这些构造称为同源构造或称同源器官 例如金的鳍、龟的前肢、蝙蝠的翼与鸟类的翅膀 虽然外部形态与功能各不相同 但其骨骼的基本构造是一致的 脊椎动物前肢、骨骼的基本构造是一致的 此证据也说明脊椎动物具有共同祖先物种 来自共同祖先的物种间 某些外形功能不同 但胚胎发生来源相同 构造特征相同的器官 称为同源器官或称同源构造 例如人的手、猫的前肢、金的勇骑、蝙蝠的翅膀、蜥蜴与蛙的前肢 都是区域演化的结果 同源器官或称同源构造是探讨生物演化的重要证据 同源器官为生物在演化过程中 某一构造以新的功能适应环境的证据 同源器官证实生物是由共同祖先演化而来 痕迹器官 突变造成器官退化 与用镜废退无关 有些同源构造在祖先具有功能 但经过长时间演化后 此构造在现今物种已失去功能 这些构造称为痕迹构造或称为痕迹器官 痕迹构造可以作为演化的证据 例如 鲸与蟒蛇皆具有残存的后肢结构 显示两者共同祖先物种是具有四组的动物 纽西兰无蚁鸟Kiwi或称奇蚁鸟的易退化 现存鲸臀类都没有后期 但具有退化的骨盆和后腿骨 蛇的四肢退化 仅有蟒蛇仍具有后肢传流的痕迹和骨盆的遗留构造 人体的盲肠 蓝尾 动耳肌 致齿 尾椎肌 尾椎骨 体毛 人类的盲肠是大肠盲囊的痕迹器官 没有消化功能 同工器官或称同工构造 不可作为演化的证据 有些生物虽然具有相似功能的构造 但该构造却是起源自不同的主线 称为同工构造 或称同工器官 例如鸟类的翅膀与昆虫的翅膀功能相同 均具有飞行的功能 但基本构造却不同 鸟类的翅膀是由前肢形成 而昆虫的翅膀呈膜状 为体表基丁子表皮突出所形成 来自不同祖先的生物 应适应相同环境所形成的 形态功能相似 但构造不同的器官 称为同工器官或称为同工构造 同工器官的胚胎发生来源不同 不可作为演化的证据 鸟类的翅 昆虫的翅 无数的飞膜 均具有飞翔的功能 圣诞虹的红色部分并非花瓣 但具有花瓣的功能 幼虫传粉 区演化 清源关西镜 具有共同祖先的生物 在演化的过程中 因应不同的生存环境 在外形构造上 逐渐分化的现象 称为同源器官 例如 金的胸脊 与人类的手 内部骨骼结构相似 但外形差异大 金的胸脊 适应在水中游泳 人的手 适应陆生环境 有利于作物或物体 趋同演化 清源关西遥远的生物 因生活在相似的环境中 因应环境需求 而演化出具有相同功能的器官的现象 形成同功器官 例如 金的胸脊 五锅鱼的胸脊 均与拥有有关 胚胎学的证据 胚胎学是研究生物从受精卵到成体发育过程的科学 科学家认为 清源关系较近的生物 具有相似的胚胎发育过程或构造 这些构造属于同源构造 例如脊椎动物的鱼类 两生类 鸟类和布类等 胚胎发育早期都具有尾和烟囊 成体之后则发育成为不同的构造 人类的烟囊发育为 鱼类的烟囊发育为塞的部分构造 人类的烟囊则发育为 耳和咽喉的部分构造 生物都具有固定的生长发育模式 在发育过程中 细胞借基因的调控 进行细胞分裂与分化 依次形成各种组织与器官 所有多细胞生物和高等生物 均是从一个受精卵发育形成胚胎 胚胎学证实生物起源 与单细胞生物 血缘关系相近的生物个体之间 其胚胎早期生长发育过程相似 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过程 鱼类、两生类、爬虫类、鸟类、布鲁类等脊椎动物 在胚胎发育的早期过程非常相似 越到后期则逐渐发展出不同的构造 轻缘关系越远的差异越大 显示这些生物可能具有共同的祖先 脊椎动物胚胎发育早期的差异很小 早期胚胎皆具有胃 早期胚胎的胭部间具有塞裂 早期胚胎的心脏皆为一心房一心室 请问我们的胚胎 您可以不存在的胚体 并且现在在脊椎间 咱们今天是您的胚胎